不外神形态的贝吉他能否打败超绿色的普罗利呢? 都知道常态下的普罗利就能玩虐超神状态下的贝吉他 虽然超蓝的悟空能压制普罗利 但是当普罗利也变成超赛后 超蓝在普罗利面前都只能逃跑 但是超蓝之上是神蓝 而神蓝之上才是不外神形态 提升两个阶段难道还打不过普罗利? 以贝吉他对战格兰诺拉的情况来看 即便是不外神形态的贝吉他 也只能和普罗利五五开 首先神蓝贝吉他必没超赛普罗利 因为超赛普罗利的实力 可以和超赛形态的悟吉他对抗 而我们也知道当初打普欧时 护欧吞噬悟天克斯后 自身的实力已经达到超三 随后因为悟天克斯耳底时间结束 护欧又吞噬了实力更强的损弩反 导致超三的悟空连手贝吉他都不是对手 但是当和底成贝吉他之后 超赛贝吉他却可以玩虐普欧 而我们也知道神范的实力 比起寻常的超三还要强大 再加上魔炎普欧自身拥有的实力 两者加起来已经让当时的普欧 拥有超三极致的水准 这点就类似于杀戮 没有突破到超二 单凭超一就能玩虐悟空等人 就是因为杀戮当时处于超一的极致 只要通过一层次就能突破到超二 结果超赛贝吉他就能碾牙普欧 这就说明超赛贝吉他的实力 已经必没超四阶段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如果合体之人都能变成超二 合体后变成超赛就拥有超三战力 相当于单体突破一个阶段 而悟空和贝吉他当时都能变成超蓝 那么合体后变成超赛就相当于深蓝 所以超赛的布罗利能和超赛物吉他对抗 那么就能和深蓝的贝吉他对抗 随后部外神贝吉他必没超绿色布罗利 当布罗利变成超绿色形态后 我们也看到超赛物吉他已经不是对手 需要变成超蓝物吉他才能压制 而超赛之上还有超二和超三阶段 超三之上才是超蓝阶段 至于超神其实和超蓝差不多 两者属于一个低消耗一个大消耗的情况 所以从超神提升到超蓝 并非是一个阶段的提升 并且超蓝的物吉他打布罗利很轻松 说明物吉他不用变成超蓝 变成超三物吉他就能打败布罗利 但是超三是消耗体力的形态 所以作者不会让超三物吉他登场 至于超二形态的物吉他 实力不足以打败超绿色布罗利 因为布罗利拥有远古赛人血脉 从超一突破到超绿色的实力征服 远超寻常赛人从超一形态 突破到超二形态的征服 因此在超二打不过超三消耗体力的情况下 只能让超蓝物吉他登场 而贝吉他从深蓝到领悟布外神形态 虽然也是寻常赛人的实力提升 但是贝吉他的这个形态是蕴含布坏力量的形态 远比超蓝所拥有的力量更高级 因为超蓝只是让贝吉他拥有神的气息 力量上还是属于赛人的力量 而布坏神形态却可以运用布坏力量 就像力量大赛上的突破一样 所凝聚出来的招数 每一招都是布坏性十足 所以布罗利的超绿色虽然远超寻常超赛 但是贝吉他的布坏神形态弥补了这个差距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布外神的贝吉他而超绿布罗利 两人之间只能是五五开 最后格兰诺拉许愿成为宇宙最强 我们知道格兰诺拉通过神龙 获得了宇宙最强的实力 按照神龙当时的说法 格兰诺拉是当时阶段神足下最强的人 而当时的剧情已经打完了布罗利 这就说明格兰诺拉的实力 也已经超越了布罗利 但是贝吉他和格兰诺拉的战斗 贝吉他最终并没有获胜 虽然贝吉他也把格兰诺拉打成重伤 按照这情况两人的实力相差不大 贝吉他应该稍微比布罗利强大一些 但是布罗利因为血脉的原因 越战越强的体质比贝吉他独出 凭借这点就弥补了这个差距 所以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 过外神贝吉他对比超绿布罗利 虽然没有打过 大概率却是55开